2017年的岁末 中国围棋协会第六期初级教练员培训班 在辽宁省安山市如期开课 这也是中国围棋协会初级教练员培训班 首次在辽宁省举办 中国棋院围棋部部长王仪先生 辽宁省体育总会副秘书长刘宏图先生 安山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桂兰女士等领导 出席了开课仪式 中国围棋协会特别邀请了金牌奖师 黄燕舞段为培训班授课 我们这个爱山的全面健身运动 现在是发展的势头非常好 我们这个一次围棋级 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爱山的围棋运动 要推广得更好 让这个小众的项目 得到大众的认可和普及 在国内 北方围棋运动较南方来说普及率较低 围棋培训也是发展比较缓慢 但在辽宁省定段赛上 来自安山的盲童棋手徐光玲 九占全胜 直接定为业余二段 引起了棋坛各界人士的关注 这次在初级教练员培训班 来到安山开班之际 我们跟随中国围棋协会的工作人员 赶往安山聋哑学校 去探访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小朋友 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并安排我们聆听了一节特殊的围棋课 开始教的时候 跟我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忙班的孩子吧 他没有视觉 我们教学的时候呢 我们那种常规的教学方法 对他们不适用 见效也慢 后来就是在一边摸索当中 一边不停地完善自己 大约教了三四个月吧 这个班的水平就全都拉开了 其中学的最好的就是学方理 徐光玲因一岁多摔伤 导致视网膜脱落 发现失明后已错过了治疗机会 后来在学校进行的一次公益课上 接触到了围棋 之后就如痴如醉地爱上了这项运动 刚开始和这我没啥玩的 现在他下棋要用特殊的棋盘 全程对局靠手摸 先要把整盘棋 一子不差地记在脑中 然后再计算 我们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前期一次进步是非常慢的 我们教孩子 怎么样在这个棋盘上放稳这个棋子 怎么你的判断局面上不把这个棋子弄乱 就要教好长时间 这些对于正常孩子来说 围棋最简单基础的规则 却成了他们就是最大的困难 可是一旦他这个规则掌握了 进入到了围棋这种特定的逻辑思维模式里头 他们的那种进步 他是一个直线就上去了 在这样的课堂上 需要多位老师互相配合 才能照顾到每一位学生 陈天军教练表示 每一位老师都给徐光霖上过课 其他老师对徐光霖都很温柔 但只有他自己对徐光霖的要求却很高 假如徐光霖是我的教育的话 其实屋里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教育 他们如果说智力上能有所提升 实际上对他们的意义很大 因为这件事情没有人做过 那么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地 看他能走多远 看他能走多高 如果有一天他能达到四五段 这样业余高端起手的话 实际上他有了一种新的生存技能 他是可以考虑工作的 这个意义可能更实际一些 老师们虽做不到感同身受 但能做到的是每天耐心地手把手地传递 他们的爱就像冬日的阳光照进了小光霖的心里 让他看见了脚下的路 纵然失去了双眼 那又如何 课后 王一部长忍不住跟小光霖小朋友邀起手谈 并在局后同徐光霖一起复盘 白旗呢这边呢也很好 让白子从这儿冲出来 那整个这个战局过了这个 王一部长鼓励徐光霖继续努力学习围棋 并和他约定 如果徐光霖去北京 他将亲自陪伴他感受中国棋院 北棋不仅改变了小光霖的生活 也给这个聋哑学校带来了光明 在享受快乐的同时 陈老师也有他的担忧 虽然他在棋上可能超乎了同龄人 甚至同龄的普通的孩子 但是他在心智上和社会交往上 他还是个孩子 要比正常孩子要差 那么这种社会关注 当然他很需要 但是不应该过多地影响 他的生活轨迹 我还是希望他能像一个 普通孩子一样成长 围棋既然能为一位盲童带来光明 自然就应该让更多的孩子 享受到围棋的乐趣 他触发的是人内心中 最为单纯的欲望 衷心地希望这些孩子们 永远保持对围棋的热爱 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单纯的向往 愿他们的生活 永远充满快乐和美好 我围棋我快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 是第五届世界名人争霸赛 第一盘 是由中国的联校九段 对阵日本的景山玉泰九段 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 周赫阳九段 周老师你好 你好 这个名人争霸赛 是由三国的名人参赛的 日本是景山玉泰 中国是联校 韩国是李世时 那么第一天 是由联校对阵 景山玉泰 李世时先休息一天 那我们下面就来进入棋局吧 这盘棋还是下得挺有意思的 经过拆鲜呢 是景山玉泰 直黑鲜行 白棋的第四手呢 是走了一个 一个这个偏向黑棋的 这个小木 对着人家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下法呢 应该说在三十年前呢 还是比较流行 现在呢 应该是已经看不见了 最早呢 我的印象中呢 是走这个小木呢 是为了防止黑棋的小林流 在这个三十几年前啊 这个小林光一是 应该是雄霸天下 它当时最拿手的一个布局 这就叫小林流布局 对 它当时我记得有两套布局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布局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错小木的那个 就是小木的 手无有角 手无有角的布局 这两个是非常爱下 它非常拿手 看起来 对对对 当时呢是 无论白棋高冠 还是低冠呢 黑棋都会选择这个二间高家 这个是当时这个小林光一 最喜欢的一套布局 走这个之后呢 它下一步是关键 要刺在这里 这样呢白棋沾上之后 黑棋再这个拆回来 对 从现在的这个围棋的布局理论来看呢 这个下方的白棋是明显的是比较缓 这个黑棋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这个配合啊 明显是白棋是有问题的 没错 当时呢看来 就是可以看出呢 小林光一对这个布局啊 还是非常有心得 而且呢是 当时是比较 怎么说呢 是对这个前半盘呢 是应该是 它是比较厉害的 确实是这样 所以当时呢 所有的那个棋手呢 经过研究之后呢 尤其中国的棋手 破坏它的下方 破坏这个小林柳的小 我让它下成小林柳 所以就走在这里 虽然说这个 对着人家的小木呢 好像以当时的布局理论来说 就觉得稍稍吃亏一点 对 但是呢 虽然说稍稍吃亏一点 但至少它下不成小林柳了 对 黑棋挂脚 这个是非常普通的 看着 黑棋高挂 挂一个 黑棋高架 应该说这个二棋高架呢 也是比较反映出 这个锦山玉泰的棋风 锦山玉泰呢 他应该说 在日本棋手里呢 他应该属于攻击型的棋手 对 跟我们以往的这些老前辈啊 就老六超 大猪英雄 小林光一 赵志勋 武功正数他们 对 比起来呢 他应该是属于攻击性更强一些 在六超棋手里呢 他应该说更像加藤正夫 加藤正夫呢 当时有一个天煞星的这个本称啊 但是呢 应该说加藤正夫 在当时的六超里头 其风是属于比较独树一支的 哦 是这样子 实战连向呢 是做了一个腰刀定式 这个也是 在以前的定式中是非常流行 抛出来 抛出来 然后把一起搬 顶了一个 下成这样 这以前的定式都是这样下的 比如说接下来呢 白旗会搬一个 接下来 黑旗粘上的话 他就再压一个 再长 然后白旗会立下去 对 以前虎的下法呢 基本已经被淘汰了 就觉得这个定式太亏了 对 木太少 这脚 这个虎呢 应该是最老的一个下法 应该说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被淘汰了 后来呢 大家经过研究呢 大家觉得还是要走这个利 利呢 就是会显得复杂一些 之后呢 黑旗会断 形成气质 我想这个下法呢 应该很多旗友 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 就我们今天就不 把这个定式都摆一遍的话 接下来的旗可以不用摆了 现在呢 应该是 自从人一大战之后呢 这个我们旗手呢 是学习这个 人工智能的下法 是比较多的 是的 下一步呢 也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人工智能的下法 就冲断了 冲断 他认为这个旗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脚上 小木的子吃下来 脚很大 木数很大 然后他觉得外面的后室呢 不足以跟这个脚上的 实地相对抗 所以下完这个定式之后 据人工智能的这个判断呢 他的胜率就直接下降了 黑旗这一方 直接下降五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很多人 都不需要摇到 就是这个原因 对 所以现在就是下 二间高加的话 我想很多这个旗友 要对这个定式 要有所了解 已经不是下老定式的下法 是的 接下来黑旗是断上来的 他挡了一下 对 先搬了一下 搬了一下 搬上去 剪上 剃掉 然后再断 应该说这个下法呢 这个黑旗外面确实很厚 但是白旗的脚地 也是非常可观 应该说呢 这个地方 从这个 我觉得从这个 人类起手的脚地来看 还是喜欢这个实地更多一些 下一步 白旗把这个尖起来 看到白旗这个小尖的时候呢 刚才就很想 我能不能有空 先飞压它一下 飞压呢 有可能就是白旗会 这边就有可能会有些变化 先飞压它 大概就不见走在这 是的 实际上 黑旗是 拆在这 它拆的 离后室看起来比较近 对 离这个紫是不是看得远点 这个拆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反应其风的 这部拆呢 我的第一感是觉得 不太像景山巨台的其风 你觉得它拆的太 离后室太近了 对 离后室有点近 就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选择呢 应该有三种下法吧 应该是猜这儿 猜这儿 甚至猜这儿 这三种呢 应该是职业棋手 都会容易想到的 一个三个选点 对 但这三个选点呢 往往会反映 这个棋手的一个气风 我的感觉呢 就力量大的人呢 会选择猜在这里 就很多 就是景山巨台 我的感觉 他第一感 他会猜在这里 猜在这儿 我觉得白旗也没什么好想 肯定得打进去 是 当然人家打进去 双方作战 猜在这儿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均衡型的棋手 比如说像我的气风 我就喜欢往这儿猜一个 就是也不远也不近 这个呢 就相对来说 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下法 更不重这边了 当然这边呢 稍微差一些 是的 但今天呢 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景山玉泰 走的是非常 应该是选择了 一个保守的下法 应该说他这个 对这盘棋啊 应该还是非常慎重的下法 没错 因为这棋呢 是慢棋 不过对景山玉泰来说 是不是比较快 因为日本棋手 都是下两日制卫棋的 对 而这个棋呢 是美方是两个半小时 对 然后保留五分钟多了 五次一分钟 这个比赛呢 是从中午开始下的 对 现在都不封盘了 对 现在中国 现在中国举办的比赛 已经没有吃午饭 这个传统了 因为现在这个 人工智能呢 已经是可以帮助棋手 对 进行分析了 为了防止棋手作弊 然后呢 也为了比赛公平 对 中国的现在绝大 应该说 应该说是所有的比赛 职业比赛把这个中午饭 这个传统都给取消掉了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 回到以前的三大赛 也挺好的 以前三大赛就 吃完午饭 从十二点半开始下 就一口气下完 就完了 是 我们继续看啊 这个飞棋是 跳了一个 白棋选择了小飞 小飞 小飞在这儿也是 应该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下法 这个正常呢 我们说他应该是 继续往这猜一个 猜哪 猜这两个都可以 当然这样呢 黑棋挂过来的时候呢 白棋稍微觉得有点难下 这样你要加这个呢 他点个脚 他觉得不太舒服 当然这个下法呢 是比较 比较霸道的下法 这个棋 就是说又想 获得这边的利益 又想兼顾下这个字 那种的感觉呢 是稍嫌有点霸道 实战黑棋肩过来 坚定 白棋是拖先了 柴了这个 如果说它现在长起来的话 黑棋会马上加进去吗 那肯定的 黑的这样呢 应该是这样子 要加进来 因为这样呢 明显这两个字比较重 对 这样的作战呢 应该说 黑棋前面的定势呢 就选择在外面 这样的黑棋外面的子力 是非常多的 白棋正面作战的话 应该是会属于被动的一方 从理论上讲 是比较不合时宜的 被人家家住之后 白棋这两个字 基本上是要往前跑了 对对对 没有别的选择 要被攻击的 那黑棋至少是握有主动权 对 实战这个白棋没有长 应该这也是 联校的一个预定方针 当然这个 要说的是 这个黑棋虎来 这个形状非常饱满 尤其是日本棋手 是非常喜欢这种 虎过来的这种骑形 是的 我觉得这个棋 就是跟日本棋手下 被人家虎过来 应该慎重 因为日本棋手 对这种骑形 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不要让日本棋手 虎过来是吧 对对对 白棋拆一个 白棋拆一个 当然这个联校 是选择了这个 是抢速度 对 然后它震了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 眼见的好点 对 现在因为黑棋的 外面的势 非常的大 所以想要经营的 中央是这个想法 还是挺挺重的 就觉得 如果说能把白棋 压到底下去 那中央还是大有可为的 对 其实下一步呢 应该是 石破天惊的一手 这个 下一步呢 这个联校是选择了打路 这个我觉得 真的是有点欺负人 本来我就说 这个警察 因为他已经下得 非常这个稳健了 非常保守了 但是这步棋呢 这真的是把对手 逼上梁山了 一般的感觉来说呢 就是从上面 飞压一下 就差不多了 是吧 这样顺着走 应该还是很舒服的 这样的顶过来 挡住吗 还是离 应该是要挡 我就这么扳过来 这样的 有点难受 其实白棋这么下呢 虽然把下面的这个实地 就让给黑棋了 但是这样的走过来之后 对这个子的压力 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子如果想要攻击它的话 比如说 虽然这个腿有点软 我就先摆一个吧 那接下来 它要怎么攻它呢 如果这么下的话 那白子肯定是要 从上面 震住 如果它跳的话 就靠住它吗 不不 你跳哪边 我跟着那个 就跟着跳一个 你跳这边 我大概应该是 跳在这边 你跳这边 我应该是跳像这样 这样我就攻你了 是这样 当然你应该是 不会选择这个退 对 我觉得这个退 是随便摆的 按理说是应该不会退的 但这个白棋这么下呢 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一个思路 实战的连校呢 这个是下得 真的是有点霸道 这个 应该说是黑棋 看到一般看到 这一手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点生气的 他可能是不是 没想好 要怎么去攻人家 这颗紫 所以就干脆在这 选择了一个 非常激烈的下方 应该说这个连校 应该是 他的棋风对实地 也是比较敏感 对 喜欢实地 他呢 应该是在中国棋手里头 也是属于那种 先把实地拿到 然后再去打入 对方的这个模样 的这种下方 他有可能不太喜欢 攻击对手 所以还是决定 这个先取实地 那个为主 当然这个呢 下法 我是觉得有点无理 太过了 是吧 对对对 另外一个 这个景山玉探呢 本身就是一个 攻击型的选手 这么下呢 不是太明智 黑棋靠起来 靠出来 靠出来就是 明显是生气了 这个 一般来说 我们说压这个 但是现在呢 应该说景山玉探 已经是不再 觉得压一个 都比较温柔了 这个要靠出来吃它 就觉得要上最狠的招 对 不然无以表达 我的反抗之心 是吧 那句长过来 白棋肩顶 白棋肩顶 厂立下来 再跳一个 这个肩顶呢 还是 还是一个必要的 一个次序 如果没这个肩顶呢 这个黑棋啊 现在一冲 一打 大致 现在正好一冲 这就已经断了 对 这样等于 把白棋 已经断在里头了 实战呢 等于它一肩顶之后呢 你这个地方是 就 这个地方 你再断 它有一打 一挖过去 黑棋不行 所以这个肩顶呢 还是一个 必要的一个次序 然后黑棋先贴了一下 先贴了一下 对 表白棋压过来了 是 长 再压过去 再压过去 这个下法 我总觉得黑棋 还是看起来 很堂堂正正的 就是把自己的 刚才这样的 这颗子 已经全线联络了 对 那么你打进来之后 我这边 还是比你 明显要厚一些 肯定是黑棋 公白棋的形状 是 所以白棋刚才 这个打住 如果说 它是想下成这样的话 那我不认为 它这样有什么好的 只能说呢 连校的棋风呢 是比较喜欢 这样的白棋 就是它比较擅长于 在这个对方的模样中 进行这个腾挪 进行这个 这个转身 那个飞呢 本来我们说 上面飞压呢 是一种攻击型的棋风 大概应该连校呢 是觉得这样的 它更适合 它的下法 应该说 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好吧 白棋拐 白棋拐了一个 黑棋 白棋拐了一个 然后黑棋哥 再做这个 应该说白棋呢 总体感觉 还是有点薄落 实际上 白棋就走这里 对 这个呢 也是一个 一个先把 黑棋的棋型 走的 一个手巾吧 应该说是 黑棋现在 也只能猴出来 走别的 白的这一段 太厉害了 然后白棋 走完之后 再一靠 应该说 这两部棋下的 还是非常漂亮的 对 这样呢 白棋 黑棋这边 无论走什么的时候 这个如果 白棋能夹住的话 也是可以 进行一个 棋子整形 对 它不是说 要把这三个子 把它怎么样 如果能逼你连回去 就已经很满意了 对 但如果说 你要吃这两个子呢 也可以棋子 就看到时候 具体怎么处理一下 就行了 关键是要把这块棋 给它走好了 对 黑棋实在是 搬这个 搬一个 搬一个应该是 还是防着白棋 这个家的 这个手筋 白棋断 断 这个断下得非常刚 十字扭断 对 但是从后面的结果来看 它这个断一个 如果说下在这儿怎么样呢 下在这儿 它应该是担心 人家扇上来 抬上去 它有点担心 它直接走这边 比如说这样走一个 它不是很合适 是吗 这样 你如果这么松松地走 它应该是不太怕 它这边 这个子 在人家走 它就不走就行了 它就不用走了 它就这样 它比如下面跳 如果你要硬贴 大概应该是怕别人挤出来 所以它觉得 主要被删在这儿 它觉得形状 应该是不太满意 它觉得吃人家这三个子 基本上吃不掉 因为底下都是露着 两边它都能脸 所以你只是考虑 怎么整形 把自己处理好的方案 对 所以白棋这个扭断的 应该是吓得 还是比较硬朗 应该说是 就是我们一般 制孤的棋手 就是能把自己活出来 就已经很满意 但是我们能看出 连校 它的棋 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制孤 它还是要对黑机 有一种威胁 它不是简单的制孤 你包括这种棋 这都是属于比较 很硬朗的下法 对 一般我们说攻击的时候 会选择这样的下法 但是我们能看出 连校是 它是制孤的时候 也是这么选择 所以这个连校的棋风 也是比较有特点 对 确实 黑棋实在是长这一边 一般我们说扭断 我们那个 对付扭断的情况 一般是长一边 断向一边长 对对 这是有格言的 你要长这边 要不就怎么长一边 这盘棋的明显 应该长这边 因为这地方 白棋有压的线色 没错 所以说长的这边 是更安全一些 这样的 白棋实在也是长了一个 黑棋呢 干脆把这个拐住 把这所有的这边的木 全部先收住 对 因为如果说你长这边的话 首先这还没弄好 然后这边呢 人家还有靠出来的手法 你这靠一个 也不知道该怎么硬 是 好像挺为难的 看起来 对 这个靠一个黑棋不好处理 是 另外一个黑棋拐过来之后呢 这个棋 白棋这个籽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 刚才说是一个手镜 但是现在这个棋 就等于白白地死在里头了 应该黑棋是 从这一点上 是非常满意的 确实 当然的 白棋呢 是 也顺利地 能从这边打出来了 对 这也算是有一种收获 拐打 尝一个 这个直接拐吃吃掉了 如果说你再长的 被人家再贴 估计还得长 再贴一下 这个如果就说 黑棋现在长这个 正常角度 应该是长的 但这样呢 就是可以说 把白棋逼上梁山 你这种长 这样白棋应该再贴 也是能贴着的 这样呢 就是这边就全性黑棋了 都是你的 这样的白棋 只有去吃这块黑棋了 那就 孤注一掷了 是是是 这样呢 就是说 双方都不给对方留后路了 都没路了 黑棋呢 实际上走在这里呢 应该说是 就是说 还是想跟白棋呢 就是说 达成一种妥协 就是说 我呢 围得小一点 这块呢 你也别动什么念想了 这个棋 应该说 锦山这步拐吃呢 还是走得 比较厚道 很厚重 是吧 让白棋跳出来 这个头还是很 很关键 如果直接动手杀的话 显然没有什么把握 因为直接动手杀呢 这个地方黑棋是 可以强扳过来的 因为这个粘是有些先手味道 底下就靠 所以这个扳过来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白棋这地方应该还是欠一手 跳一个 这样呢 就黑棋是轮到黑棋先下 那明显是要 这个余地就大很多了 做活的还是比较容易的 它粘了一个 因为粘完了 这儿有个几段 而这儿呢 这个直接冲就冲断了 是 这地方就特别简单了 有个回家 是的 挡一个 然后立下来 白棋立 立一个也是下得非常强硬 这步棋呢 就是说 还是要 要让黑棋呢 就是马上就进行一种 跑大龙的状态 是 一般来说呢 可以考虑先不走 如果外面有好的下法的话 可以考虑先不走 先做点别的 对 这盘棋呢 应该说 连校呢 应该说是 当然这边确实损失 已经比较惨重了 所以说连校呢 是决定还是要 要对黑棋这块 进行比较严厉的攻击吧 嗯 黑棋挤一个 挤一个 把这个打掉 打掉 先打出一只眼位来 嗯 白棋如果要继续吃 黑棋的话 肯定是要爬这个 嗯 当然这个 如果白棋跟着爬呢 黑棋就不会硬了 这样黑棋应该是 跑外面 嗯 在外面走一走之类的 对 嗯 这样呢 就是应该是 另外一盘棋啊 对 嗯 实战的白棋 是没有继续爬 它是挖了这个 这个如果说 挡下去的话 是不是这 孤注一掷 要吃人家的感觉 对 这如果不吃 被人家跑出去 把白棋这个 空拳破进去了 吃不掉的话 那已经没法看了 对 但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当初这个栗啊 如果 因为这个拐呢 应该也是在木树上啊 应该十木以上 是肯定有的 嗯 这个栗呢 说实在也就是 十木系左右 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白棋当初是 似乎是 还不如不栗 直接挖这个 如果挖一个 能直接成栗的 就这下不走的话 对对对 嗯 从这点上来说 白棋 嗯 似乎是 不从 不要走这个立 直接挖这个 单走 嗯 是吧 就这样 这样 这样一挖呢 这个黑棋这边 外面还是 还是比较 那个 保 就明显是 有两个断点 对 沾上 好 就现在黑棋 也一样连不上 对对对 如果要连的话 反正上下两个断点 怎么都是连不上 你就看你 走完了之后 怎么处理一下的问题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另一个有可能是 从实战的角度来说 有点问题 嗯 嗯 把钱把它挖断了 下成这样的时候呢 外面这颗子的联络 已经被断开了 那么这块棋呢 现在还没有做活 这还嵌手棋 但是接下来 黑棋是不是肯就 这样拐一个补活呢 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嘛 让大家思考一下 好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呢 是第五届 世界名人争霸赛 第一盘 是由锦山玉泰 直黑对阵连校 刚才呢 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白棋刚刚挖了一个 把外面这颗子切下来 那么黑棋这块棋呢 现在暂时还没有活 看他怎么补活的问题 应该说这个时候 黑棋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 但是下一步呢 应该是黑棋下的 还是非常小巧的 实战黑棋是先冲 挡住 它断了 就是断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 好的好手机吧 应该说是 这个时候呢 白棋是如果想两边兼顾的话 只有吃这个 但接下来黑棋再一例 白棋还是有点难受 如果你挡这个呢 他就打一下 接上 接上 他再拐回来 这样呢 他留了一个吃这个 如果你走呢 他已经先手活了 如果你补回来 他就已经先手活了 明显是黑棋得分了 没错 这样呢 白棋明显不满意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棋也只有反击了 他实战是站在这里 对 沾一个 这下呢 这颗紫的联系 是彻底的切断了 就刚才呢 还有打持什么点啊 有点看不清的地方 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底下 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一般 这一般呢 应该也是一个 著名的手机 这个地方应该说是 白棋呢 已经 黑棋呢 就是明显比拐在这强了 对 实战呢 白棋也只能吃在这了 这样的黑棋是一吃 切掉 切掉 再一打 这样的黑棋 应该是把这个脚获得了 当然白棋呢 也有比较成功的一点啊 就把这个脚给分断了 没错 这么看 现在这块模样 也是非常可观 应该说 双方都有所得 当然我是觉得 白棋当初这个力啊 好像似乎 应该是直接袜 会更好一些 单袜是吧 我觉得 就黑棋这边 脚上 明显比这边 拖要多的 要多一些 我们继续看啊 白棋是扩张这个 拐跳了一个 拐跳 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对 如果这手棋不走呢 白棋跳过来 这边也是非常大的 把它换成黑棋 大家看一下 就觉得区别很大了 顿时 应该说是 双方消长的要点 没错 是这个意思 黑棋开始 逃脚 点脚呢 应该说 黑棋是想 走出一些手段 应该正常来说 应该是活一个 打结活 白棋应该是挡一个 挡下来 黑棋爬一个 白棋顶住 那就扳了一虎 就行了 这样是一个打结活 这样呢 甚至黑棋这个 还可以考虑不走 就是我能确保 我这个地方 是已经有一个 打结活了 实际上呢 白棋是觉得这么像 有点 还不太肯 可以看出 莲校也是 包括从开始 这个打路来看 莲校的棋风 真的是 还是比较霸道的 这么看 特别刚 真的是强硬的 不能再强硬了 这个非在这呢 就是 他的态度 就是说 我要全吃你了 连个打结 都不敢 黑棋 他说 我这边的控 全都是我的 实际上黑棋 飞一个 白棋 冲 冲 冲个家 这个棋呢 如果白棋挡在这呢 这个棋 不好吃 这个形状 棋我们要注意 黑棋可以粘在这里 白棋不太好像 要吃黑棋的话 只能走这里 这样 黑棋可以靠一个 这样 并一个 之后呢 这个黑棋拱了 压都是先手 这一段太严厉了 这个白棋 招架不住 所以这样的吃法 是明显吃不掉 就不能这么吃 告诉大家 就飞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是不能挡的 除非你说 你这边 特别特别厚 竖一排 那种 实际上白棋 是这么吃 黑棋 当然这样下呢 这个黑棋呢 这边是明显有几个先手 这一冲 然后粘回来 这个地方白棋是要粘住 对 现在下呢 如果黑棋爬呢 白棋退 黑棋再爬 白棋搬住呢 这个地方 黑棋是活不了的 这下面是二路 是六个字 是的 六个字是黑棋 下也是死棋 这么下 黑棋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锦山玉泰呢 经过这个计算之后呢 他是决定找帮手了 是的 在这里点一个 应该说这个点 应该是 还是非常有 有计算力的一手棋 下得挺好的 对 如果说白棋挡下去 怎么样呢 他应该是比较 期待这个白棋挡下去 冲一个 挡住 他还可以接一下 先冲也行 大概有可能次序上 是先冲好一点 粘上 粘上 如果说挡下去呢 被冲了一跳就近火了 对 你挡这个黑的 一冲一跳就近火了 所以他基本上 是要粘住 这样呢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加 这样呢 我们能看出 这个紫的位置 是刚刚好 是的 他先点着一下 那真是 起到大作用了 你比如说 你要吃呢 你搬在这 我一壶是肯定是活 你只能点进去 但点进去呢 这个现在我可以冲下来 你这个是点不进去的 这个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这个点一个 这个时机啊 是还是非常好 黑棋呢 是明显是 下的这个地方 计算还是非常深远的 对 那点以后 那连键要没有办法呀 所以他就尖了一下 让黑棋爬回去 应该说这个点呢 黑棋的这个效果 还是下得非常成功 应该说这边是连下了三手棋 对 但是白棋呢 是把这个角吃掉了 对 应该说双方还是都有所得 但是仔细的感觉一下呢 还是黑棋更满意一些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 把这个白空啊 变成黑空 还是非常满意 对 因为本来这个席形是这样的 这三手棋是没有的 对 你本来要下的话 撑死了也就下到这儿 是是是 二路漏一个也就了不起了 但漏一个还不见得便宜 但是你这两下走着 搬起来之后 这儿全是木了 把它这儿的空都破了 以后这个飞 还能可以挤压 它这边的中控 是 所以黑棋还算不错的 这样整体来看 好像黑棋前面这个空啊 得的我觉得特别舒服 所以整体来说 我还是偏向于这个形式 觉得黑棋还不错 接下来白棋是 先二路漏了一下 二路漏是 这个时候的分寸吧 然后飞一个 飞一个是非常大的一手 这手棋呢 本身如果黑棋下的话 这个加一个是非常大的 巨大 应该正手白棋是要沾回去 这样黑棋再退回来 这手棋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是的 当然白棋冲呢 其实我们要注意 这样吃掉这个子不便宜 所以这手棋本身是非常大的 白棋这个飞这个 还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这个飞呢 黑棋就有点为难 如果说你想直接 靠住它不成立 这肯定被扳死了 对 你这脚上 反正它只要是活的就行 吃不掉它 对 这被扳死之后 这个边控全部被破掉了 那也太心疼了 如果你尖呢 这又太委屈了 你尖尖又太委屈了 尖了被人家又爬一下 这墓又少了一串 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锦山玉探呢 应该还是 应该是平时有研究 它下了不好棋 它单断 单断一个 这是好棋 这个断呢 就是问白棋的硬手 如果你吃这儿呢 这明显是被黑棋便宜了 你吃这儿 它再靠这个也可以 应该说白棋 几乎是只能立在这里 立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是下一步 也是下得非常巧妙 又晾了个手筋 一路斑一个 应该说这盘棋啊 锦山玉探是两个斑 还是非常有这个亮点啊 虽然是小手筋 但也能反映出 这个日本棋手的基本功 和这个日本棋手的 这个细腻的地方 对 是的 哪怕是锦山玉探 也是一个攻击型的棋手 但是在这一点上 还是把这个日本棋手的 这种细腻的风格 给传承下来了 现在这个大家水平 都差不多的时候 拼的就是细节 这种细节地方 你如果能扣掉 人的棋木棋 你就可能就领先了 白棋还是要挡住 然后现在呢 黑棋可以弯在这儿 由于它这个挡是先手 挡的时候白棋只能 只能往这儿印一个 对 不管你是印照还是印照 反正你得印一个 印完了之后人家弯了 真正有个挖进去了 对 这样黑棋已经是 已经其实走到了便宜 因为黑棋本身 这两手其实并不亏 对 它一会儿可以考虑 从这儿打了打了 粘上手 也可以考虑单粘 粘回去 对 白棋粘上 白棋粘上 黑棋跳一个 这样呢 黑棋通过这个下法呢 它这个 它这个明天比 尖在这儿强 对 它这等于 这儿走了一手 让白棋里头走了一手 另外一个这边呢 黑棋的棺子也不损 这粘回去也是先手 还有一点呢 这个断完之后 这个地方 劫材也是非常 非常充裕 对 就是如果打劫的话 这凭空多了 好多劫材了 在这儿 只能说这个地方呢 双方呢 应该说对这个变化 应该都是 了然于胸 我们刚才说 这个点三三的 这个地方 本来应该正常 是应该是个打劫活 看样子 连向的 当时也有可能 有可能比我们 要算得更深一点 它知道那边 会有这样的一个定型 它觉得打劫的话 它并没有成算 实际上是下车的一个 就是转换的一个下法 是的 跳了一个 然后白棋里头 往中间肩进来 这个也特别巨大 对 你不走的话 让黑棋走一个 那就差远了 这就是比如说靠住 对 可以把空都围住了 那肩进来 挡住 跳了 这是非常大 黑棋是飞了一个 这个也是 没什么问题的一手棋 先削一下白棋 这个时候 白棋实在还是选择了 一个比较激烈的下法 如果说这个棋 简单的去围一个的话 这个时候 黑棋有可能会有一些 厉害的下法 比如说中间 想点招法 他刚才贴了一个 已经把自己下得很厚重了 是不是可以考虑挖一个 对 这应该是黑棋的 一个异想图 这样白的应该也只能 吃在这里 吃在那边被接上 也是有断点 再被人家点一个 这个白棋是非常 有点危险 这也都会沾上的 被这一打一断 但不沾上好像也不行 对 怎么都不太行 这个下法应该说是 白棋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下法 在这个时候 连玉校是没敢轻易地补住 它就进行反击 搬这个 搬一个 搬一个 如果黑棋就这么吃一个 那倒是我们说的 刚才那个下法就不存在了 你看你提一个 这样你再挖 我吃在这都可以了 再回跳就可以了 这个下法应该说是 连玉校的一个预想图 当然景山玉太 我们说它是一个攻击型的棋手 这一步棋应该是比较好 比较正面地反映出了它的棋风 它实际上是以攻为首 直接是点在这里 这部棋呢 从低感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非常类似的一首棋 它是瞄着白棋 就是白棋本来是瞄着黑棋的落点 但是反过来黑棋呢 也是瞄着白棋的落点 这种下法应该是 只有力量大的人才能下得出来 是对啊 因为它点完了之后 这儿很明显 马上就要挖断你了 然后这底下呢 反正我只要死不了就行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白棋 这地方还是嵌着一手棋 对 还露着风呢 还没有风上那口呢 接着打 接上 然后再補一个 吃 黑棋是飞进去 这一连串交换了之后 这儿是没问题了 对 但是这个口呢 黑棋就往里破进去了 是 应该说这个口子就等于被黑棋给冲进去了 撕开了一条口 对对对 应该黑棋还是收获很大的 接下来白棋是飞 贴了一个 飞 应该说这个地方黑棋还是比较 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成功的是这个地方 把白棋的这个木树 初步地看一下就应该是破掉15至20木棋 这个跟刚才就这样跳比一下的话 这还是差挺多的 小20木吧 差不多20木 应该是小20木 应该是收获很大 然后把黑棋又拐了一下 这个也不打算追究它中间的这个 有什么问题了 就把木收一下 是 然后长了一个 接住 这接下来这部棋 应该是 应该是 接下来是黑棋 应该是有 严重的误算在里头 对 没错 正常应该是就收关了 这期 按理说是那样子的 这期要收的话 普通来说 它是 这边要怎么收呢 这也是个问题 正常应该就是唬下去吧 还是唬下去 先走一下 应该也能走着 能走着吗 这个 这样吗 也差不多 我觉得能走着 因为这个地方白的还是有点问题 反正走不走着 或者你直接唬也行 这样就正常收关了 这吼下去也很大 确实 这样尽量把这块给围住 这样黑棋应该是实地上也还可以 这边有一个边 那边 当然这个地方定型还比较多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一粘住之后 这个地方也有手段 这个地方有个打结的手段 对 黑棋吃的时候 白棋可以搬一个做结 所以说这个地方木树还是比较难以判断 白棋也不知道 但是有个好处是黑棋的全盘的结材明显多一些 这边有结那边有结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出现结症的话 应该是黑棋比较有利一些 但是这个结也得小心 就是你可以立了 但立完了之后 它点还是没活 对对对 所以得小心自己的死活问题 实际上这个黑棋是 但是这地方好像是出现误算了 靠断 靠断 它是不是想着人家可以 比如说退一个或者是顶一个之类的 它应该是没有 它应该是觉得白棋没有什么有利的手段 但下一步呢 这个连校是下得非常强硬 它是搬在这了 最狠的 这应该是最狠的 超出了这个紧战欲态 这个预想的那个反应应该是 它肯定没有想到人家可以搬在这 不然它绝对不会靠断 对 走了这个之后呢 它是顶了一下吧 应该说顶一个应该是 是它的权利 我觉得它是独秒了 然后在想 这人家扳断之后 我应该怎么办 然后发现怎么都找不到路 这断打完了 这拐不回来 被人家断掉了 对 反正你怎么下都是不行的 对 这应该是它有所不算 这个地方损失实在是太斩重了 它先提了一下 先提了一下 先尝了一个 它先尝了一下 考验一下白旗 这个地方白的是披着走 这个要不有跨 所以白的披着走在这里 然后提了一个 提了一个之后呢 给白旗留下了很多味道 对 就是它这个打完了 这可以冲下去 就拐打拐回来呢 有一些味道 所以白旗得小心 是 先挡了一下 白旗打了一个 白旗应该说这时候 双方都堵秒了 对 然后还是回提了一个 要不然这里味道太饿了 它应该是 另外一个回提呢 应该是就是 也是觉得形势不错 因为这个地方 黑旗啊 损失我们看 应该是大致会损失一个 六七木旗 这个损失啊 对这个职业旗手来说 尤其他们这种顶尖高手来说 是非常致命的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 虽然这个先拔一下 这个黑旗应该是便宜了几木旗 但是白旗呢 应该是有这时候应该是有优势心态了 还是走得稳一点 这贴三有四分之三子 就是盘面八木就够了 你这一下子损了将近一个贴木出去 我们说这期盘面差不多 就已经觉得没法收了 一损损一个贴木出去 那肯定是受不了的 所以他提了一个 那黑旗没办法 捂一个 只能接受这个损失的现实 白旗然后是 而且拐了一下 拐了一下 大跳 大跳也是下得很稳 如果直接搬的话 他应该还是担心对手会断上去 对 这应该会把他断掉 所以他先跳 他这样你正常是应该走这 他再搬过来 这是白的一个收关的一个图 是的 应该说锦山玉泰这个时候觉得 正常应该是收关 但是应该是他是觉得形势不太有利 所以他也是下得非常非常撑 对很积极 下得比较撑 然后监住 监住 长一个 然后是斑了一个 斑一下 这时候如果黑旗断了 白旗就顺着粘回去 黑旗不便宜 对 白旗是挡这个 挡这个 应该说是白旗现在有一种收兵的那种姿态 黑旗应该说是要跟白旗在这儿进行决战的感觉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黑旗的损失有点惨重 太直打了 尤其我们说这种 他们双方应该从现在这个两个人打僵的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双方都进入到独秒了 这个时候就作为黑旗 这个损失应该是 不但是影响这个棋盘上的 而且心理上也是受到很大的创伤 如果说这旗本来觉得自己形势挺好 这损一个天幕就出去 立马就开始冒汗了 就我觉得 这接下去还能有优势可言吗 如果还有优势的话 我只能说前面的优势太大了 黑旗实在是虎吃 虎打 虎吃 这个就是一种拼命的下发了 这个棋正常白旗现在一尖 你就黑的袜断就是一个打结 但好一点的是黑旗全盘结材还是比较多 就像这个角上 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黑旗这个打 就是拼的是真的是很凶猛 这个棋 说实在就便宜的 也就是便宜个两三木旗 但是呢现在应该是警察一探的是 有一种拼命的那个形态了 他如果说直接走在这的话 被人家打了 然后打了沾上 基本上先生不就把木扣掉了 他可能有点心疼这 另外一个如果能打掉 白旗这已经活了 这个地方他本身应该这个地方充几下 有点充断的 有点充断的这个味道 他还不想让他活得那么干净 他是挑了一个 这个之前白旗这个跟他交换了一下 大肥过一下 虎打 然后白旗现在是虎一个 对 虎一个下的是非常小巧的 这个棋 这个棋呢就是说 如果直接下来呢 黑的肯定是要打结 虎一个呢 他是希望黑棋呢 你假如再猴一个 我这样再剪的话 你再挖打的话 明显我这两个手棋交换是明显是便宜很多 你相当于在这团了一个鱼形 所以说他这个虎一个下的是非常小巧 应该说 考验一下黑棋 这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连一笑 对这个地方是掌握的是非常 非常好的 对 靠了一个 靠一个 这个就是撑得比较凶了 是 他要求把那个木啊 就让冰里连回去 然后我正好挡住 就这样 这是最合适的 搬去尖一下 搬去尖 他打到地上去了 这也是考验一下吧 可以起 可以起呢 应该看得出这个 锦山玉泰对形势是非常不乐观 走的是非常的凶 对 搬去搬一个 然后他挖 搬吃 锦上 然后冲一个 这个冲下得非常好 应该说这部棋应该说是胜招 如果这般棋赢了的话 这真的是一步 什么样 你现在明显不能挡 挡了被挖就挖死了 就这个就行了吧 断也行 挖比较简明 挖也就比较简明 这个已经完全是使不上劲了 你只能走在这 然后我打两枪 我不用打两枪 我就直接打回去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说是 这个地方白棋 把这黑棋的气给撞紧了 应该说是这个黑棋是明显 他打这个 然后白棋尝一个 再提掉 白棋冲了一下 嗯 打这 嗯 接上 白棋还把这个先手粘住了 木是一点都 不给人家留下什么 提掉 然后白棋挤了一个 黑棋在这拐了一下 拐一下 拐一下 应该是调整一下心情 这个棋 想想这边就损失这么惨重 对 它只要这里打不下去就可以了 打下去没棋 这边也是冲不出栏 对 反正怎么都不行 按理正常说呢 黑棋现在应该度过 但是明显度过 这棋已经不够了 对 应该说在这两个地方 明显是连校的计算力 更胜一筹 没错 在这两个地方 明显都是黑棋是吃了大亏 那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连校 直白中盘胜了锦山玉碳 应该说锦山 算是比较遗憾吧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